央视女记者大人遭提堂有新视频证据展示,央视女记者孔玲玲,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长官香港义工,被英国当局控告后,于当地时间11月8日,提堂当孔玲玲,未有出席灵讯控辩双方军衬。 由于刚收到一条新的闭路电视片段需要更多时间研究,广告英媒11月8日报道,英格兰西尼德兰斯近West Midlands,警方证实来自伦敦国王十字区,现年48岁的孔玲玲,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 于11月8日在博明汉裁判法院提堂当被告孔玲玲未有现身,报道说控辩双方军衬由于刚收到一条新的闭路电视片段需要更多时间研究,因此申请押后法官同意押后申请,但提醒辩方律师必须与孔玲玲沟通,下次开庭她应该出席灵讯。 法官最终决定将案件研制,11月21日在审孔玲玲打人事件,发生于9月30日当日英国保守党在人权组织Honk & Watch的安排下,筹办一个关于香港自由、法治和自治受到侵蚀的讲座会议。 由英国国会议员布鲁斯Fiona Bruce,女士主持会议接近尾声,使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Benedict Rogers,致辞说,我是亲中国的,不是反中国的。 我希望中国和中国人民成功我批评中国当前的政府以及她对待人民的方式。 罗杰斯的话一刚落,持大会记者证的央视女记者孔玲玲,从听众席上站起来,对罗杰斯尖叫你撒谎,你反华你想翻裂,中国你连中国人都不是其他人都是汉奸。 主持人布鲁斯女士要求孔玲玲离开会场,24岁一公尼连克路试图让孔玲玲离开会场,时被她打了两个耳光。 旁边一位英国与会者,制止其继续打人时,孔玲玲大喊你没有权利英国没有民主,我是这的记者,我有抗议的权利。 孔玲玲还反耳一口说她e no clue,欺负我现场录像显示,当时一名华人工作人员在却离过程中手接触到了孔玲玲的封衣,她喊道放开我,并打了两下工作人员的手臂。 随后孔玲玲离开会场后,被警方逮捕10月1日,英国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逮捕了孔玲玲,但在中共驻伦敦大使馆介入,后被释放中共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还反咬一口,说央视记者受人身侵犯,并且呼吁英国保守党不要再干涉内政,还要求活动的主办者。 因向孔玲玲道歉,博明汉警方在10月25日证实,孔玲玲被正式起诉普通袭击罪。 旅居英国的作家张普对自由亚洲,表示英国警方的检控令中共驻英大使馆和央视丢脸。 孔玲玲市的专制通行规则,在西方的法治面前,碰壁孔玲玲也将因此付出代价。 那张普说,孔玲玲成了共产党的网红,中共派出来的记者,都是带着任务,的打人,在英国是犯法的事情。 这时就看法庭怎么认证了,有可能拘留几天,也有可能把他驱逐出境。 他也让整个中共政府,大使馆彻底丢脸了这个文明的世界,鄙视他们。 在孔玲玲打人事件发生后,有网友齐底孔玲玲,是中信集团员董事长孔丹的女儿,但未获证实孔玲玲被正式指控后中共驻英使馆和央视暂未有进一步反应。 对不起,对不起。